你太拿自己当回事 太不拿他当回事 你不能拿着人家 对你的好肆无忌惮的挥霍吧 如果你真的 对他没有任何的感情 或者说没有爱 或者有一点点的感谢吧 你也不能这样做吧 你今天种种的态度 表情 语言都在 全是一句话叫 你愿意呀 就凭什么我爱你 你就要这个样子对我 你不爱我你可以离开我 不要打着说什么 我要做音乐 晚上有灵感 然后就夜不归宿 我为了让你放心 我带你来看 已经是对你的施舍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 就是这种语言和状态 会觉得你已经把这个女孩 摁到泥土里了 作为一个男人 你最起码应该 要对一个对你这么好 这么付出的女孩 有一定的尊重 毕竟她现在是你的妻子 你娶她来 不是为了让她 给你当保姆的吧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一个 心态和状态的话 那我请你老颜味一样 告诉人家 我经常在这个舞台 跟很多女孩说一句话 我说咱倒追可以 但倒贴不行啊 就是你把自己全身心地 扑在这一个人身上 你的世界里面全是她 你为了她毫无底线 放弃了自己一切的自尊 然后你现在翻回来说 你怎么看不见呢 你付出的时候 你就明明知道她看不见的 你自己没感觉吗 就是因为你自己先把自己 放到那么低的位置 所以你刚才所提出来的 一切要求 我告诉你 姑娘不可能实现 我觉得她没有什么 不好听一点 良心在 所以你要改变她 让她翻回来 看到你的好 没戏 好吧 祝你们 未来的生活一切安好 谢谢 刚刚特别你提到的说 她曾经和一个 异性聊天的时候 说到说 要是你是我的女朋友 该有多好 你只是表达了伤心 但你依然维系了 你们的恋爱关系 以及后面种种的忽略 你都默许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她为什么 又觉得我有问题 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因为她已经习惯了 但是呢 今天你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人付出的时候 总是会有些期待 但是很可惜的是 她搭根就不知道 你有这个期待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认为你们的恋爱 是失败的 先不说婚姻 为什么呢 恋爱不就是通过恋爱当中 来去看清楚对方 是什么样的人 而不仅仅是因为 我喜欢对方 让喜欢冲昏了自己的头脑 连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在恋爱当中 我们失败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有一个建议 你既然今天已经醒悟了 那不妨拿出你认为的 生活状态 你要的什么标准 一二三 我就做 然后你看对方的反应 他最终能达到了你的那个期待 那这个日子就可以过下去 虽然车是有惯性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毕竟年轻 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也好 还是更多的反馈也好 我希望人是成长的 但是一个乐观的状态来看 所以现在由原来你看他的脸色 要你自主了 当然自主就要自主到底 就怕一瓶都不满 半瓶逛的 最后这事挣扎还没挣扎好 反而最后让人给压迫下去了 那你的挣扎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南方的话 我也想跟你讲 我们先不用对错 我们先讲老婆现在开始醒悟了 她反抗了 那我们应该关注老婆的感觉和感受 做一点努力 做一点调整 这只是为了你们更好 另外刚才你有一个逻辑 是有问题的 就是现在矛盾不重要 生孩子重要 矛盾不解决 这个婚姻 时期下去都成问题 那么孩子生出来以后 未来的教养也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作为父亲 未来的父亲 你要担负己责任 要不然就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图老师 追你的时候都不改 结了婚之后怎么可能改 当你一往无前 去追一个男生的时候 他已经把结婚当成了赏赐你的筹码 你说他结婚之后怎么可能会改变 对妻子都不能尽责任 难道生个孩子你就能变成一个好男人吗 还有一点我问你 你真的喜欢孩子吗 喜欢 你喜欢孩子 你原来教孩子音乐的 你那工作都辞了 你能说你喜欢孩子 生孩子只是为了堵住父母的嘴 至于生孩子接下来 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你根本没想过 更没想过如何去承担 就像当初 没地方住 他出点钱 家里出点钱 你甩手都不想自己吃什么 马上就租了个高档公寓 这所有的一切 想生孩子 轻易地结婚 轻易地接受一个女人的好 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从来没想过 你为死而要回报上 如果你要是想了 你浑身会出冷汗 因为生一个孩子 你要付出态度 因为接受一个女人的爱 你要担当态度 你压根就没想过 所以你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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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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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